来我们请看到我们的一支一这边 大家如果手上有课本的话 大家就看到第九页这边 当然前面的话 第八页这边有几个很漂亮的图 那这几个很漂亮的图呢 它其实目前来看 你可能大概就是纯粹的欣赏它 那这个是我们的那种 那个球果 松树那个球果 它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花纹 你不要看它这个果实 那这种果实的话呢 按照数学的这个一个图形 这样的解释 八条螺线 十三条螺线 二十条螺线 那当然这种植物它的果实 如果可以这么样的一个 好像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图形 它其实也是我们在 我想你们上生物上到过 那个什么进化论演化论 这么也是几千年几万年下来 它能够发展到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形状 它可能是最可以保持最久 保持最久 这样子对它的这个繁衍生命是很有用的 来我们就直接看到我们的一之一这边 第九页这边看到所谓数列的定义 所以说数列定义这边 来老师做个注记 来数列的话是什么东西 数列顾名思义 我们以中文来看的话呢 这个数就是数字的意思 number就是数字 那这个列是什么意思 列就是排队嘛 对不对我们也很久没升起了 我想等到恢复正常上课之后 我们每个礼拜二啦 或礼拜三啊 早上要升起 那同学们下到操场之后就要排队 你不管是男生排前面 女生排后面 还是怎么样按照周图顺序排 anyway反正 你按照一种方式去排队 那就是一个列的一个一个概念 中文就把它叫做列 所以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数列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把某一些数字 依序去怎么样排成一列 那重点两个字圈起来叫做什么 依序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些数字去排队的时候 不是乱排的 不是看心情 还是怎么样高兴就排 不高兴就不排 不是这样子 它必须按照一个顺序 按照一个顺序 那怎么样的顺序 就是我们要去讨论的这个算式 你可以把它当作像是 就是一个公式 那个以最单纯来讲 就是按照某一种公式去排队 按照某一种公式去排队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就叫做所谓的一个什么 数列 所以我们要探讨的数列 并不是那种乱七八糟数列 那我们以每个同学在班上 最单纯的一个数列是什么 每个同学都有座号号码 对不对 一号是谁 二号是谁 三号是谁 这样子 每一个老师方便点名 然后可能如果说 这个要加号码的时候 可能抽一根签 抽到五号 抽到六号这样子 所以每个同学的座号 从一号排到目前23个人 23号的话 一排到23 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数列 是一个很单纯的数列 所以我们在排这个 就是说每个同学 譬如说现在我们G10这个班级 23个人 那么学校端 一定会把你们每个人 排一个号码 这样子在通知事情的时候 也方便 不用一直去找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可能有中文名字 可能有英文名字 对不对 有老师可能只看到英文名字 但是如果大家都只记得说 反正举例来讲 我们现在通知 第2号同学 那么大家就知道 2号 你可能 这样子会比较容易去做一个联想 容易做个标记 就不对 好 那么数列的话 这边老师 大概把它的这个字讲一下 就是 数列的话 它是叫做什么东西 就叫做sequence 数列这个单字 就叫做所谓的sequence这个字 所谓sequence这个字 那这个单字 大概还蛮常看到的 还蛮常看到 所以大家要把它 要把它记一下 因为我们到 1-2 会讲到极数的时候 就会用到另外一个字 所以数列跟极数看起来 有点点像 但是它还是不一样的 那后面还有一个名字 叫什么 有限速列 那有限的话怎么办 就再加上一个字 叫做什么 就把它加上另外一个单字 就把它加上 finite这个字 所以有限速列 就把它叫做finite sequence 所以后面第三行还有一个名词 叫做什么 叫做无穷数列的部分 叫做无穷数列的部分 来 我们把这个 对 无穷这两个字 就把刚才的 这个单字的前面 再加一个什么 再加一个in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老师现在跟你 跟大家show 给你们看的这些单字 那么原则上 看过去大概知道就好 不用这个都不用死背什么的 因为老师只是告诉你们说 未来你们上大学之后 总会接触到一些 原文课本就很正常 尤其 不管自然主 或社会主同学 你们都要 一定上大学 一定要念的叫做维基分 就现在又有人来了 文子民 所以 维基分课本里面 大概这些名词都会出现 大概这些名词都会出现 sequence 或者是finite sequence infinite sequence 这些 那我们大概把它说明一下 那以中文的 来解释的话 字面上来看 有限跟什么 无穷 对不对 那什么叫有限 有限的话叫做 只有有限多项 意思是什么 很简单一个想法 就是说 大家把手指头伸出来 12345去数一数 或者甚至你可能 数不够 要怎么办 加上脚指头都不可以 可以 你说老师脚指头不够 再怎么办 那你就再 请旁边的弟弟妹妹过来 来你的手指再借 再借过来数一数 也是可以 所以 只要我们 想尽办法 一个一个一个去数 也许你有很多项 老师我有一千项 一千项怎么办 两只手要数几次 那就数一百次 两只手十次 然后你一千项就数一百次 对不对 或者你有两个人的话 就可以 两个人 二十只手指 就数五十次就好 所以 即便它可能 很多很多项 但是我们想尽办法 可以去把它 一个一个算出来的 我们就把它叫做 有限数列 有限数列 即便它可能 有一万项 两万项 都没有关系 都还是算是 有限数列 数字大 没有关系 但是呢 请注意 无穷数列 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数都数不完 叫做无穷多项 叫做无穷多项 也就是说你数数数数 你可能数到已经 受不了了 它后面还有 有点重 感觉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那个 无理数的感觉 来 老师简单写一下 我们在上学期 讲过无理数 像那个拍啊 或者是 那种什么什么 根号二 根号三 这种无理数 它就是属于 没完没了的 小数点后面 没完没了 有无穷多项 那么这里的 无穷数列 大概就类似 像这个样子 就类似像这样子 它这个数列 在表达的时候 永远表达不完 所以大家看到这里 老师 打勾的这两个地方 A1 A2 逗点 点点点到 AN 逗点 下面呢 A1 逗点 A2 点点点到 AN 来注意 老师把它圈起来 就是什么 这两个表达法的差别 就是在后面 老师圈起来的地方 叫做 点点点 叫点点点 所以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我们要表达的是 有限数列 属于finite的 这一种数列的时候 好 不管你 A1 A2 是什么 都不管 我们就写 A1 也许是一个某数 A2 某数 一直到AN AN是多少 也是某一个数字 可以很大坑一下 都不管 从A1 写到AN 然后你有没有注意到 它的中间 用点点点 对不对 我们一般来讲 标点符号 点点点 就代表是 很多很多很多 好 可是你是有头 又有尾 AN之后 是不是就逗点 就没了 所以 像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 头跟尾 即便中间 可能很多 那它都是属于 叫做 有限数列 有限的那个 有限多项的 有限数列 这样懂不懂 有头有尾 而且这个尾巴的后面 就没有东西了 没有东西了 你看下面的 这是一二三四 第四行这边的表达 A1 A2 一直到什么 AN 后面又给你 多了点点点 所以这个点点 什么意思 这点点就代表的是 没完没了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 A1 某一个数字 A2 某一个数字 不管它 AN 也许很大 或很小 不管 但是我们 写到AN之后 它后面 还有写不完的东西 我们就用 点点点来代替 所以我们在看 这个数列的时候 你就要去观察到 它最后面 这一项的 后面还有没有东西 如果我们表达 说 这个AN 假设 AN假设是 500万 好了 500万 这数字可能很大 对不对 1000万很大 对不对 但是它的后面 没有东西了 那就代表说 你这个数列 就停在 500万 1000万 就停了 但是 如果说 你这个数列 写一写 写到500万之后 后面 好累 不想写的 就写三个点 代表说 你这个数列 到500万之后 还有别的数字 只是我们没有 把它写出来 所以大家特别 注意到 我们在做区分的时候 所谓的有限 所谓的无穷数列 的表达上的 最大的差别 就是以后面的 这个点点点 来做区别 中间是不是都一样 前面A1A1有 A2A2有 你也有点点点在中间 我也有点点在中间 因为很多 所以就把它写点点 你有AN 我有AN 但是就看最后面 所以这个地方 请大家在 第九页这边的 第四行 把后面这个 点点圈起来 然后你再把前面 这个无穷 把它圈起来 就知道说 圈这个点点点 它对应到前面 就是叫做 无穷数列 无穷数列 那可能现阶段 我们在 一年级这边 可能会先介绍到的 都是只有限数列 那无穷数列 什么时候会教呢 我们到三年级的 上学期的时候 就会教到 无穷数列 而且还会把 这个无穷数列 去做一些计算 要去算它的一些 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大概分类上 我们现在的重点 目前第一章的重点 不好意思 刚才果然就不小心的 无意景断线了 这样子 老师再重新分享一次 加成回答我 你们这两天上课 平均每一次 每一节上课要断几次 就可能每个老师断一次吧 每个老师断一次吧 每个老师断一次 所以我今天已经断了 刚才真的就 你们是不是突然就没有画面了 还是 突然间就不见了 老师目前是在 三楼办公室旁边的会议室 因为你们班没有人 所以我就没有过去教室 我就在会议室这边 本来想说会议室的 网络讯号可能会比较好 但是还是断 真讨厌 好 那那个分享还是看得到吧 对不对 所以你看老师刚刚 写的那次就不见了 不过还好 刚才你们都已经看到了 来 那么我们把它拉下来一点 来 所以很快的回顾一下 就是说刚才的重点 很快 最后一个重点回忆一下 就是说 我们介绍了数列 介绍了有限 介绍了无穷数列 有无穷多项 对不对 表达的时候的重点 就在后面这个点点点 所以你就跟老师一样 把它圈起来 当你看到一个数列表达的时候 如果它的后面还有点点点 那么就代表说 这种数列 它叫做没完没了的 无穷无尽的数列 有一点点像我们 那个所谓无限大的那种概念 不过无限大 它强调一下 它不是一个数字 它只是一个想法 只是一个idea 说有个 哇 没完没了的一个无限大 这样子 来再来我们几个符号 很快讲一下 我们就开始看 它说a1 a1就叫做第一项 我们写在右下角的 写在右下角的 这个1 就是number one 对不对 第一项就是第一项 那也称作首项 这个就是一个名称 大家知道就好 这个不用死 对 因为我们中文的手 这个字就是头的意思 手的意思就是头的意思 很像我们如果说 以前你们记不记得 在那个每个礼拜 有一天升起的时候 班长就要排在最前面 对不对 然后后面的同学再去 可能怎么排这样子 所以班长就是领导人物 就是首领 所以班长会排在第一个 就是a1 那类似这种情形 a2 点点点一直下去 an又叫做dn项 这个名称就看一下就好 然后呢注意 它还有个名称叫什么 一般像 那n为什么 正整数 来注意一下 an它又叫做一般像 同学可能会问说 老师什么叫做一般像 那一般像我们以 比较白话文来讲 它大概就是在讲什么 它大概就是在讲 我们同学比较敏感的两个字 叫做什么 公式 一般我们写到一般像出来 就代表的大概是在写 这个数列的所表达的公式 比如说随便讲 可能是3n加5 什么什么 6n加7 随便 它就会有一个表达的方式 那个模式就是叫做一般像 那模式就叫一般像 再来一个重点 请注意哦 n为正整数 来 大家记不记得什么叫正整数 老师找个同学来问一下 那个今天几号 今天17号对不对 来 17号同学是谁啊 我刚好名单忘了带 来 那个 这叫是谁啊 那个 那个 婉宴还是谁啊 立凤是不是 石家在不在 来 出个声音吧 对 老师 告诉我 你看到正整数三个字 有没有印象 有没有看过 有看过 有听过 可是忘记了 那你感觉好 那你就凭感觉 你说哎 老师那可能什么叫做正整数 凭感觉 你觉得什么叫做正整数 是 是不是就是可以 就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对对对对 你讲的是对的 OK 恭喜你答对了 真的就是你讲的 我们这边所讲的正整数 我们就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不要害怕 真的 有时候 所以我为什么问你说 你可能觉得自己忘记了 但是其实你还是有点印象 来 所以第一个 这个正的意思 就代表说 你是 plus 对不对 就是正数 就是没有负数 也就是说我们在表达这个数列的A1 A2 A3 不可以去写成 A-1 A-2 对不起 没有这个东西 一定要从1 2 3 4 开始 这样懂不懂 这样子 在整数的概念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 就是一个就一个 两个就两个 三个就三个 然后你这个 买了四本书 就是四本书 你没有买那个 四又五分之一本书 没有这种东西 比如说你买苹果 妈妈去家 去那个菜市场买苹果的时候 还是去莫买苹果的时候 我要买十颗苹果 就是买十颗 你不可能说 买到 十又三分之一颗苹果 没有人在卖那个三分之一颗苹果的 所以我们这样去表达这个数字 就叫做整数 而且它一定都是正的 所以大家看到上面这里 A1 A2 A3 A4 一直到什么 AN 这个写在A的右下角 这些数字一定都是正整数 也就是说 它不能够去写一个什么 A2 A0.5 对不起 没有这种东西 也没有什么 A-8 A-9 懂不懂 这个就是我们 树列这个单元 在表达的时候的一个写法 在表达的时候一个写法 来 那么一般我们在表达的时候 会以符号的大于小于符号 然后再把这个AN写在中间 所以老师刚刚讲过说 这个一般项就是AN 对不对 其实也可以就把它看成 就是代表这个数列的公式 那把这个公式就放在这个大于小于的中间 放在这个大于小于的中间 来代表说 这个是一个数列 那有的人 也可以把它写成说 老师我用圆括号 方括号来写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其实这个地方 有的课本他会用括号 就是用小括号 那也是一样把中间就写AN 所以这个部分就看个人 就随便都可以 这个没有说 因为有些符号如果写错了 可能 比如说考试的时候 老师会把你圈起来 这个符号写错 可能要扣分 那有些符号它是可以共用 可以共用的 来我们看到下面 下面很快几个例子 几个例子 第一个 2N 2N把它写在这个大于小于符号里面 就代表说 再写一个什么 数列 来注意哦 这个N位之数 我们就要放 刚刚讲的正整数 1 2 3 4 5 同学刚刚回答的那个很好 所以把放1进去 2乘以1答应就是2 对不对 再放2进去 2乘以2是4 放3 2乘以3是6 所以以此类推 2 4 6 8 10 那当然老师这样念完就知道说 这个数列 第一个例子 夸号1的这个数列 我们在 以前国中的时候讲过 这就是所谓的偶数 所谓的偶数的数列 所谓的偶数的数列 2 4 6 8 10 所产生的这个偶数的数列 那偶数的话呢 大家记不记得偶数要怎么讲 偶数就是叫做所谓的 even number 偶数 你如果看到它的那个英文的话 叫做even number 叫even number 好那么再来 第二个例子是什么 n平方 代表说 我随着我的n是12345 放进来平方的时候 就变成149 16 25 以此类推 所以第二个例子 它所表达的数列 叫做 每一项的什么 平方 所成的数列 n平方 你的n看看是多少 我的数列的每一项 就是多少 叫做用平方来表达的数列 刚才第一个是偶数的数列 第二个是平方数 我们可以简单写一下 那就是平方数就对了 简单把它写一下 来 平方数 平方数 所成的数列 所成的数列 再来第三个 负1夸号的n加一次方 注意 这个数列你在看的时候 n等于1的时候是多少 负1的1加一次方 1加1等于2 不要忘了 所以负1的2次方 负负得正 答案是正1 第一项就正1 来 n等于2的时候 加进来 负1的2加一次方 叫做三次方 负1乘三次 负负负 变成还是负 好那以此类推 你就会发现 如果是 这个n带负数的时候 因为它加1 它就变成偶数次方 就变成正1 正1正1 可是n如果带偶数的时候 它就变成是 负数次方 就变成负1 负1负1 所以第三个例子 负1夸号 n加一次方 这个数列 它会变成 1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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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像这样子 所产生的这个数列 一般我们会把它取的 名字 我会把它取的名字 我们到三年级的时候 还会在研究这个数列 它会把它叫做什么 会叫做震荡 会把它叫做震荡数列 为什么叫震荡数列 因为你这样想 我们如果把 我们一般来讲 你想x走来讲 正1是不是在右边 负1在左边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数列就变成是 一开始在正1又跳过来 负1又跳过来 正1又跳过来 负1又跳过来 正1又跳过来 负1就一直这样 左边右边 左边右边 所以会把这样的一个数列 有人就把它叫做震荡数列 就跳过来 跳过去 这种感觉 跳过来 跳过去 这种感觉 那这个第三个例子 我们等到三年级的时候 上这个微积分的前一章 叫做极限的时候 就会针对这个数列 去做一些讨论 针对这个数列 做一些讨论 所以你不要说 这个数列很无聊 正1负1有什么好讲 它确实到三年级的时候 还会有一些内容 可以说明 这样子 好来 所以我们大概一开始的时候 针对 数列的这个定义的部分 然后记得看到定义两个字 代表说 在把它 好像在上国文课的解释一样 我们看到这些名词 不管是中文的名词 或者是英文的名词 大家要知道它在干什么 不是乱讲 不是乱写 所以很快回顾一下 数列依照顺序去排列 对不对 将某一些数字 依照顺序去排列之后 去排列之后 那么 那个排列完之后呢 会产生的这个数列 我们就把它叫做 去观察我们的这个符号里面的 这个2n 或者是n平方 或者是负1的n加一次方 它都是有它的一个规则 不是乱写的 乱写的这种数字 就不用去讨论 我们放在我们的单元里面 去让同学们去练习 去学习的这些 都是有一个规则性 所以重点就是 要把这些规则把它学起来 来我们看下面例题 我们把这些清掉 把它推上来 等一下这些关起来 我们请看下面例题 例题的话呢 就是把它做一个代入 我们看例题这边 他说如果 写出数列 2n-1的前五项 对不对 写出数列 2n-1的前五项 来老师 把它做个助记 这个地方先把它关起来 助记放在去 来写出数列 2n-1的前五项的时候 来我们的大与小与符号的中间 是不是出现一个2n-1 对不对 这个2n-1我们刚刚强调过 它就是 它就是那个 我们要去写这个数列的一个公式 或者说这个2n-1 也就是我们上一段所讲的一般项 上一段所讲的一般项 所以它现在要求我们写出前五项的时候 那么这个前五项很简单 你就按照顺序从 1到2到3到4到5 所以这个地方带1的时候 2乘1-1得到的是多少 还是1 对不对 再带2的时候 4-1答应多少 3 所以以值类推租 有3带进去 6-1答应多少 5 第四项 8-1变成7 在第五项 5-1变成9 所以你们发现 我们立体1的第一小题的 这个2n-1的这个数列的前五项 在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 13579 对不对 13579 那这个数列其实 对照到我们刚才上面那个例子 2n的那个例子是偶数 对不对 所以这个例子 第一小题的这个例子 它其实也就是什么 它也就是所谓的基数 所谓的基数所成的那个数列 来 这个不是这个基 奇怪的起那个字 我们顺便也把以前 讲过这些名词的部分 做一个回顾 或者说做一个练习 那基数的话是叫这个 R-Number R-Number 来 所以我们在表达基数的时候 你可以用2n-1来表达 用2n-1来表达 好像我们刚才上面的例子 2n叫做偶数的一个例子 所以第一小题 大概就这样把它带一下 从1到5 因为它前5项 对不对 我们就把1到5把它带一带 然后呢 把它算一下就可以了 算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到下面的第二个例子 它说如果有一个一般项是 -1的夸号N字方 再乘上N分之一 所以请注意 大家在带这个所谓的一般项也好 或者我们刚才讲过 你就把这看成是一个计算的公式 那么人家算的时候 就要针对你看得到的这个n去写 你只要看到有n 就要写你的那个数字进去 不能不写 特别记得 来 所以我们第二小题 这个例子我们一个个带一下 n带1的时候 -1的一次方 对不对 -1的一次方 -1的一次方 当然是-1 我想这个不用讲 然后n带1 又在分母 1分之1又是1 对不对 所以当n带1的时候 -1乘以1 答案叫做-1 所以第一项就是-1 就把它写住就好了 再来 在n带2的时候 -1的二次方 -1的二次方 变成 负书的正面 正一 好 所以这个正一就可以不写了 正号可以省略不写 对不对 但是后面n等于2 要写什么 二分之一 所以第二项叫做二分之一 由 一 正一乘上二分之一 变成第二项的二分之一 来 以此类推带3的时候 -1的三次方 三次方 三次方 对不对 变成 负一三次方 变成负一 又有一个简号 n带3变成多少 三分之一 所以第三项叫做 负三分之一 叫负三分之一 来在我们的第四项 也是一样 第四项这边的话 n带4的时候 叫做 负一的四次方 正一 但是分母是四 对不对 正一乘四分之一 所以叫做四分之一 在n带5 第五项 负一的五次方 负一的基数次方 答案就是负一 所以这边又是减二 然后呢 五分之一 叫做负分之一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的第二个小题的 这一个一般项 所表达出来的 这个数列 它基本上 n分之一 它变成什么 就是一个导数的数列 我们把它写一下 它的一个特性 它变成的是一个 导数 不是这个导 编导的导 导数有数列 然后呢 你可能会有减号 有减号 然后呢 也会有加号 这两个就会 轮流出现 比如说你第一项是负一 对不对 第二项就是二分之一 再来第三个又变负三分之一 第四个又变成四分之一 再来第五个又变负五分之一 所以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在例题的上面那里 我们提到过一个 震荡数列的部分 正一负一 正一负一跳过去 跳过来 对不对 那这个第二小题 也有类似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如果也一样 把它当作是一个 把它当成一个坐标 来看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 一开始在负一左边 再来跳过来 变成是正二分之一 再来跳过来 负三分之一 这个时候 它左边又变跳的时候 它的距離就缩短 又到到四分之一 再来跳过来就五分之一 如果中间这里是 远点零的时候 你就发现 它在跳跳跳 跳的过程中间 它还是左边右边跳 对不对 但是它就会好像感觉 距离这个歪轴 就比较接近 刚才上面那个例子 它左边负一 右边正一 它怎么跳 它大概就是 维持这个正负一再跳 它是一个固定的距离 但是像第二小题的这个例子 它从负一开始 负一跳右边 二分之一又跳 左边的负三分之一 右边的四分之一 它会 你会发现 它会越跳越接近这个歪轴 所以这个例子 我们等到三年级的时候 上这个 违级分之前的期限的时候 这个例子也会拿出来讨论 因为它跳跳跳跳跳 会接近歪轴 所以就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这边所举的这些例子 有一些等到三年级的时候 当然会用到 我都要用到 好 OK 来 我们 还有几分钟 我们把下面两个小页 写一写 来 我们的那个 下面 大家看到小页 小页 十分钟 对 我知道 我们记得 今天两节课 所以我们到第二节课 再拍照 然后只说把它做个结束 来 我们把画面拉上来 等一下 忘了关这个 来 我们把下面 选择逆题写一写 选择逆题写一写 这个 找个同学 把它回答一下好了 来 这个 刚才叫的是17号 没有27号 来 7号是谁 7号在不在 听到请回答 7号同学是谁啊 我刚好忘了带名单 名单放在当公司 等下就去拿 7号是谁 刚才自以自首 我想一下7号是谁 想不起来 6号正愿 那个 当日者吧 好像是当日者 当日者在不在 对对对 我一直在想 这个 好像想不太起来 当日者听 没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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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 好吧 8号加成帮他回答吧 待会下一次轮到你的时候 再教他 来 小诚 那个2n加1的时候 前五项 第一项答案多少 呃 n等于1的时候 如果n等于1的时候 答案就是3 嗯 再来呢 n等于2的时候 答案是5 嗯 再来呢 n等于3的时候 答案是7 OK 来 再来 然后答案是9 9 9在这里 对 再来呢 然后11 11 11 哦 对不起 手里按错 好 OK 3 5了 OK 对他前五项 好 那请你回答前五项 我们就回答前五项就好 来 顺便想到一件事要提醒同学 我们在表达这个数列的时候 我们在表达这个数列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记得要加上这个斗点 加上这个斗点 加上这个斗点 因为如果没有加上斗点 你这样想看 3 5 7 9 通通排在一起 那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 所以我们为了表达这个数列的时候 我们会用一个斗点 小小这个斗点把它分开来说 你是3 我是5 我们两个人是不一样的 注意 我们在表达数列的时候 要加上这个小小的斗点 来做一个区分 做个区隔 否则没有斗点 3跟5两个合在一起 那到底是35呢 还是3跟5就很奇怪 对不对就很奇怪 好来我们在下面这个问题 第二小题应该还有一分钟 不知道时间够不够 我们尽量把它回答一下好了 来我们下面这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N带1的时候 去带入1乘以1加1 那我们很快把它写一下好了 来下面第二小题 这个问题把它做完了 它说N带1的时候 变成1分之1乘2 所以答案是多少 1嘛 对不对 所以第一项就是1哦 因为1乘以2再除以2 来再带2的时候 2乘以3除以2 所以答案是3 在按带3的时候呢 3乘以4除以2 12除以2 答多少 6 来所以你要注意到 都要加斗点 在带4的时候 4乘以5 20除以2 答多少 10 大家自己要把它算完 在5的时候 5乘以6 30除以2 答多少 15 所以我们的 谁要练习2的第二小题 N带1到5的时候 进去会得到 1 3 6 10 15 这样也是叫做 所谓的什么 前五项 我们的前五项 所以这个地方 请同学就把第九页 下面的小练习 自己把它写一下 自己把它写一下 我每一个全的权